榆林虎尾有辆餐车没有固定位置 经常神出鬼没 被称为是幽灵小笼包 餐车一到摆了几张桌子 就是虎尾人在地的路边下午茶 老板的父亲原本经营毛巾工厂 惨遭跳票负债千万 就想起当兵的时候学的小笼包手艺 并且靠着轻跑餐车还清了千万债务 现在幽灵餐车已经交给下一代 连同无畏无惧的打拼精神 一并的传承下去 一列一列的蒸笼 堆叠得像是一道墙 热眼散出 矜持透亮的小笼包 正享受着蒸汽鱼 一列一列的蒸笼 堆叠得像是一道墙 位在大马路旁的小货车 虽然不显眼 但这可是运离不为人 心照不宣的口袋名单 点上一份热腾腾的迷你版包子 随餐就附赠一杯红茶 只要吃过一次的客人 都难以抵挡它的魅力 一次就是四五盒这样子 某一天吃到就觉得很好吃 我们就变成常客 就是皮的厚薄适中 然后馅很鲜甜这样子 就吃了就觉得很好吃 料很饱满 而且香气很足够 几乎吃了的人会再回过头来 我朋友来他们也都说要吃这个 然后到外地去也都会买 买去给朋友吃 你料不用 是 你一段时间没有吃过这个 你料一样 我没有构成那个鱼鱼鱼 好 谢谢 谢谢 来访的首课闲话家常后 都会顺带问一句 什么时候还会来摆摊 毕竟曾经有过幽灵称昊的小笼包 就像是整飘忽不定的风 那个是虎隔大的学生取的 不是我取的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坐半夜 不是坐晚上十点到两点 今天来这边 明天我们想要去摆哪边 就往哪边去 有没有固定的地方 所以他们都常常在找 所以才会有这个名字出现 白天没有位置做生意 只好等到店家关门再出没 王俊一从父亲手上 结下家业后 幽灵也有了安顿 位置是固定了 不用再东奔西跑 但神出鬼没的风格 依然没变 我前几天要来 他都没开 没要搬 对啊 会偶尔经过 因为我是从那边回去 他说我有在都会来忙 然后就有点小时候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忙 还是说不知道怎么办 第三十几年的日常 对在地人而言 已经变成一种回忆和习惯 始终如一才能对老主顾有所交代 王俊一制作面团更是细心呵护 连一点风都吹不得 内馅用的是猪肉夹心肉 肥瘦比例随季节变化调整 把细节感受一并计算进去 我们下天通常我们都没做到太多 如果看人家就有的比例会比较多 我们看人家有的吃得多油 辛苦得不犯粹 我们的口味是比古早味的味道 你一般在吃 可能他们的僵尸都是放在外面 不像我们都是 鱼粒都是在里面 我们这个肉比吃面上更油 它就吃起来会更麻烦 肉馅打得绵密 是富家的贴心举动 父母亲做小笼包生意 王俊逸是从小看到大的 该学的 该会的 一项都没少 练就身后功力 面团不是先压扁赶平 徒手拿起 靠着一根汤匙 迅速包入内馅 完美成型 叫这个筋 不能叫得太大筋 你现在这个筋叫太大筋有吗 它底下的皮就会变比较薄 上面就很厚 大家都说 你这个粗口粗手才会好 不知道做那个东西 我都是做好就开始一直撑 一直撑这样子 不然它会一直发酵 就是你吃起来 里面都是空气 王俊逸是家中排行老大 从小就懂得独立自主 不爱念书的他 反倒对工作充满热忱 学过修车 做过代工 逢婚纱亮片 庙会有活动时表演布袋戏 现在和朋友一起研究麻辣料理 我们以前是金银毛巾工房 以前我爸在开工厂的时候 被人家那个跳瓶 跳一千多万 然后工厂收起也没有做 当兵的时候 一些外省的教他的 然后他就自己想说公司倒闭了 然后就下来做这个 从国小五年级就明白 工厂倒闭家中产生巨变 童年的回忆应该是充满欢乐和玩耍 属于他的回忆 除了小笼包 还是小笼 下课就跑到府尾顾椎摊 我爸他负责备料 我负责顾摊 我们家就是排养老大 什么事情都要捡起来做 就是这样子 我不会像别人 就怨天牛人 反正就是做就对了 父亲靠着勤跑餐车 还清了债务 如今年纪大了 体力不如以往 已经不歪处摆摊 就在家门口卖小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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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色降临 游灵餐车像是一盏明灯 又像是行走的深夜食堂 对王俊一来说 延续父亲打拼的点滴 是在黑夜里前行 最真实也是最珍贵的动力 游灵餐车像是一座 想念糊 待会堂和死堂 在家门口卖小笼包 嘻采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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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